就是因为呢这个价格好像比较便宜 所以大家抢的买山猪肉为什么比较贵 因为它的口感香 Q肉质呢跟一般的猪肉不一样 因此价格高了三倍 但是也因为野生的山猪它猎捕比较困难 所以产量其实蛮少的 不过真假到底要如何分辨 带您来看 不管是烤到香酥脆的超大烤山猪 或是让人一看就流口水的石板烤肉 这正牌的山猪肉一下锅香味就是不一样 高温油渣之后大火热炒做成葱爆山猪肉 或是拌上的香料做成凉拌山猪肉 口感味道就是不同 让它比起一般的猪肉价钱还高了三倍 比较Q有咬劲啊 口感很好 民众很爱吃山猪肉 但哪来那么多的山猪肉呢 尤其当美味菜油吃进肚子里面 又要如何辨别真假的山猪肉呢 事实上有诀窍的 山猪肥肉少皮厚肉Q 而一般猪肉肥肉比较多 光外表就不一样 而在口感上 山猪肉比较紧实 适合热烤爆炒 但一般猪肉比较软嫩 适合油炸炖子 这么多人爱吃山猪肉 尤其指明要野生的山猪肉 但看看追捕山猪肉的模样 也让野生的山猪肉产量超少 因此下次到了餐厅想用山猪肉前 别忘了仔细分辨口感 才不会把一般的猪认成了山猪肉 周知新闻彭志明 苗栗报导